hello 大家好 我是ksis 现在division的1.2版本已经更新 大家可能已经玩到了1.2的版本 不过还没有上啊 因为我一直在打overwatch 所以说不是很想上全境啊 因为真的没什么事可做 除了打新的incursion之外 要不然就是打暗区 可是我暗区不是很想打 也不废话 我们这个视频主要是说一些1.2更新 那些有的没的 主要是来源于他的patch note 然后有些之前说过的一些更新呢 基本上都是比较准确的消息 没有什么变化就不说了 主要说一些看起来比较重要的 至于bug部分呢 我上前还没有试过 他之前有说可能 这个机动延起的特定穿墙是不可以用了 但我觉得应该是还是可以穿 只是特定地方不给你穿了 这个点之后再去说 因为这个必须得去认真的尝试一下 不过只要他能继续穿墙 也是还有很多bug是可以用的 我们先从他的pve开始啊 主要是从incursion的这个clean sky开始 clean sky的话 基础就别就不说了吧 也就是四个人打 然后多少装的就不说大家都知道很清楚 然后 要说的主要是他这次有一个更新是说 降低34级NPC的散弹枪和狙击枪的伤害 我就想说你现在才改啊 你现在才改啊 真的是有病啊 你之前不改现在改啊 没什么可说的 也就是主要是挑战模式啊 那散弹枪的伤害简单是高的利天啊 所以说 他再不降低我 我说真的我怎么占颅他 也不说他虽然就不让我占颅 要我用掩体 他妈的他都是占颅我啊 我用掩体有个毛用啊 这是 然后另外一个是有关这个枪支的问题 不是这个套装的问题啊 枪支也要稍微说一下 枪支的话 他是出的几个新的有名的金枪 其中有一把是不能用的 那就是小杠 他是在1.2版本是不让你装备 就准确说不让你获得 他只在1.3开放 就有点像之前的这个 Xterian 这个这把M1EA的金枪啊 就把史学家金枪有点像啊 就是给你看着玩 说白了就是纯观赏而已 没什么用 然后另外呢 就要说下有关这个套装 也就是卫少的四键效果 他这次改了 四键效果呢 必须是要半自动武器 才能叠出这个buff 至于半自动武器呢 他也说明了 手枪 散弹枪 和狙击枪 只有这三把武器可以 其他都不可以 那这个时候我就感到 如果说你要穿卫装的话 你也可以去考虑去穿那个 加手枪伤害的那个也可以去用啊 你可以加个700的手枪伤害 然后拿手枪在那加叠debuff 也是不错的 就就说你不用散弹枪也ok了 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感觉好像终于体现出 手枪增伤的作用了 就在这种体现出手枪增伤的作用啊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有没有其他的有啊 应该是有关 影科生的是没有的 比较重要的是没有了 然后PE的话 它是出了一个high value targets 一个start and destroy missions 它是说在你30级之后 完成了所有的主线和支线任务之后啊 它会获得一个 就是在一个有名字区域啊 去会获得一个叫做start and destroy的任务啊 在save house里头 不明白它这是什么意思 什么叫在有名字区域里头 一个特定区域的save house里头 可以接到一个叫做start and destroy的任务 然后它的任务呢 通过击杀目标啊 它就要获得一个叫做 叫target entered的东西 然后就是通过做这个start and destroy的任务 去获得这个叫做target entered的东西 然后这个东西呢 它主要用处呢 就是要你去这个hvt officers hvt officers的话 就是给你支线任务的那个人 就是他每次都在一个save room里头 save house里头 会给你会在个板子面前 让你去接一些支线的那个人啊 然后去来用来定位这个high value targets 然后通过这个完成daily或者weekly的high value target呢 然后去获得奖励 其他这个很烦啊 其实我念的这么多 叫什么意思吗 就是你到30级做完全部的支线任务之后 你要先解一个任务 获得一个东西 然后去攒那个东西呢 再去换这个你所要打的目标的地理位置 然后再通过那个地理位置呢 完成日常和周常 这很烦啊 你不觉得吗 他这个就是杀一个目标 他要做那么长的步骤 有病啊 这等于说让你多花点游戏时长 在这个daily和weekly上面 我是肯定不会去做了有这个时间 我宁愿多打200erwatch 就算输也没关系 真的 另外一个呢 我们就说暗区吧 好像pve区的也没什么特别可说的了 啊 他这边会说暗区的呢 他就是一个hijack hijack extractions 他这个就是割绳子 说白就割绳子 你背包上的小刀终于有用了 你终于可以用刀去割绳子了 他说当一个玩家将这个包放到这个撤离点的绳子上的时候啊 另外一个玩家 应该说其他玩家可以去割断这个绳子 然后割断这个绳子呢造成所有的污染包啊会掉落在地上 然后他的设定是public 就等于说所有人都可以看到就肯定死了一样 但要注意的是呢 hijack这个就等于说割人家绳子呢会立刻变成rog 也就是叛变特工 但是之前有一个观众跟我说变成叛变特工也就才19秒钟 其实说真的我们可以去割绳子玩 我们组队去割绳子玩吧 我们不捡东西我们主要是去割绳子玩的 然后另外一个呢是有关这个玩家的箱子啊 将会在每一个大众的checkpoint里头都有一个这个垃圾箱 就是你存装备的箱子 这样的话你就不需要回家去或者去某个save room里头 或save house里头去拿出或鉴定或拆掉那些没什么用的东西 然后怎么说呢 其实说真的这次他的路特也改了 所以说给你更好去拆垃圾吧就这么意思 我觉得就给你更好去拆垃圾 他这个东西就是说 他后面跟你说的只是为了方便你不让你回家而已 耍读个条就是这个意思没什么 另外一个有关dugzone呢就是撤离的飞机呢 就是在他到达之后原来不是30秒钟之后 就是如果说你没有绑满四个包他会飞走吗 就是你必须要等30秒才会飞走 先变成60秒 就是拖延里游戏时长 多浪费你30秒钟的时间 原来是一分半钟现在变成可能不要一分钟过了 现在变成两分钟 因为你还需要手在那不让人家把你的包给偷走 有病有病真说有病 最后呢是有关他写个balancing啊 他其实说是balancing平衡一下 其实也就是一个有关路特的修改的问题 主要是掉落修改的问题 就是给修改掉宝机制 我这边大概说一下吧 因为实在没什么可说的就这样 他首先是任务 任务hard mode会掉一个163的金装 是小boss掉 hard mode的boss会掉 然后hard mode的mission reward呢 就是任务奖励呢是163的金装 没什么用烂烂的 挑战模式呢 boss掉两件182的金装 或者一件182的金装 和一件214的 哦 这个哦 他这个意思 我要看懂了 我就没看明白突然 他是挑战模式呢 是掉两件182的金装 一件182的金装 或一件214的套装 然后有一定几率掉191的套装 也就是说这个boss总共会最多掉四件 然后肯定掉三件 肯定掉三件金装 或者带一件绿装 然后最就有机率会掉第四件绿装 很恶心 然后他的这个mission reward呢 是182的金装 也就是说你一般收益呢是四件 四件金装收益 最好的呢就是两件金装加两件绿装 这是最好收益 有关incursion呢 incursion is Falcon Lost和Clean Sky呢 hard mode boss会掉一件204的武器 一件214的套装 然后再掉一个182或者204的金色的东西 没说是装备 可能是配件 或者是掉一个214或240的套装 也就是说boss他会掉 肯定会掉一件套装和一个204的武器 就给我们刷武器 我倒不是 我倒觉得现在就是这个啊 hard mode就在刷武器的刷204武器的 然后你最好注意呢就是一个武器带一个套装 然后最后再外带一个金装或者套装吧 也就最多三件奖励呢就是204的武器和214的套装 这不等于没说吗 这不就没说吗 tallenge mode boss掉落204的武器 240的套装和204的金装或者240的套装 也就是B掉三样 bossB掉三样 然后周奖励呢是204的金装 5或5啊204的武器和240的套装 也就是说你的每周第一场呢是拿到5样的 然后肯定会有两件240 两件240或者是两件204 另外一个看是204还是240的感觉挺不错 只不我不知道他现在修改之后会不会更好打一点 但是我说真的不是很想打我觉得R14对我来说就够了 没什么目标R14就够了轻轻松松打一场困难节年宝结束 对我来说真的就这样 有那个40分钟累死累活的challenge mode 我宁愿去打个4G overwatch 轻轻松松的多有意思 最后可能还有一关这个seer box啊 这个东西啊 其实我说不是很想说 他还说暗区里头的有名字的boss和小怪会一定几率雕出这个seer的 mystery item啊 就还这么说他有几率会出 但是我这点不是很想说 当然因为打暗区嘛 掉什么是什么呗 反正就是打新暗区就行了 如果说你的装等够高直接去打新暗区 然后不怕死的话随便刷就就随便刷 他那个mystery box呢 mystery item呢也是随机的 他只是会出套装也会出金装也会说出什么子装蓝装都会出 他也是需要也是需要进行这个撤离点的撤离才能使用 他跟一般装备一样 只是说boss他不见得会掉装备是直接掉那个什么seer的box 你就把那个东西呢再绑到直升机上送走回家去拆就可以了 就有点像打怪掉转弹这种感觉 无聊说真的无聊 那我们这个视频呢就做到这边啊 我再看我朋友有没有上线 如果上线的话我再去搜查看 发一下这个实况看看吧 如果不上线的话我还是去实况overwatch吧 大家拜拜